谁是姚七智 中国计算机学科当之五愧的第一人 谁是共和国过去50年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呢 我选前学生 那要问我谁会是未来50年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呢 那姚七智一定是排在前面的候选人 如果只用一句话就形容他的贡献 那就是他以一己之力给整个国家补齐了一门学科 计算机学科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清华大学官网上的报道 来源是科技日报 中国科技领域的官媒认定 当然这种认定也是所有人的认定 因为有了这门学科 才有了中国在互联网科技上的领先 甚至在科技和经济上的伟大复兴 才有了未来50年更大的可能 不是吹捧 AI的江湖地位咱不用多说了吧 说未来50年最重要的科技不过分吧 中国的AI清华第一也不过分吧 中国排名第一的清华人工智能学院刚成立 而院长就是姚七智 再说一个和高考相关的趣闻 这些年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是叫做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还有一个称呼 这个班呢叫做清华姚班 而这个姚就是姚七智的姚 也不能怪人家姚班录取分数线高啊 这个姚班从出生开始就是顶配 2005年的时候中国计算机学科其实还很弱小 从理论到应用上呢都和国际水平呢有很大的差距 那个时候谁厉害呀 在美国的咱就不说了啊 在本土的有一个顶级资源的机构 就是这家了 嗯 那好姚老出面 拉上微软研究院成立了一个姚班 别人出面还真不一定行 但是姚七智出面就一定行 说句不带吹牛的 在20年前掰着指头你往下数 全世界计算机行业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你可能只需要一个手掌就能数到他 咱都不说什么计算机科学界的各种各样的奖项 什么图灵奖之类这样的浓郁了 量子计算机这个是属于超前沿的科技吧 现在很多地方呢都在做这个玩意 用的都是姚七智90年代出来的那个理论 用当时图灵奖评委会的话说 这个论文啊 姚七智当时写的这个论文 姚七智将通讯复杂度扩展到量子计算领域 完成了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这句话非常的关键 有多重 大家评评 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的量子计算机研究一直呢 跑在世界的前列 而这当中又以清华为胜 领头人就是姚七智 当然你以为姚七智平脸刷了个这个姚班 他就好了 不不不不不 这么牛的科学家竟然直接下场给本科生上课 有意思的是姚老不但自己下场带本科生啊 他把自己的媳妇啊 楚风教授也一起拉来上课了 别闹啊 人家楚风教授也是科学家好吗 70年代就已经拿了麻省理工的博士 而且还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员 这个机构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非盈利性科学组织了 那个全球知名的科学杂志就是这个组织的刊物了 能进这个协会的基本上这么说吧 就是你不光要是科学家 而且还是这个领域里边有成就的科学家才能进 而且他呢还拿过好几次专业领域的讲一下什么数学领域的密码学领域的 后来呢还做过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 结果呢 姚七智一句话 咱加了两个科学家 在这里咱得强调一句哈 姚七智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他刚拿完图灵奖没两年 说白了也是他最有名望的时候 而且呢年龄也不大五十多岁 你想一想又是从事计算机研究二十多年前 那你就琢磨琢磨吧 他也不是说回国挂个什么客座教授啥的 而是直接入籍 大家懂我的意思 对不对 这是2017年人民网的报道 这个有点敏感 我就不延伸了 用他的话说 我要回国 而且是永远 这段采访来源于清华的官网保真 最后呢再说两个有意思的事 第一个呢就是当年杨正宁回国就各种劝姚七智回国 后来呢就真的回来了 想不到回的还这么的彻底 这里要再给杨正宁鞠个宫了 当时他带回来三个人 最年轻的就是姚七智 还有两个大家知道是谁吗 也是国宝期的科学家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姚七智其实是在弯弯出生 美国读书之前 并没有在内地生活过 但是他依旧义无反顾的回来了 这是他曾经的一个采访 来看到这里的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者 其实我们更应该记住 不是吗